牛 近日,刚刚接受植入人工耳窝手术的那扎开提约尔开提 在黄宁老师的引导下念出了黑板上的单词 那扎开提是阿克苏地区启明学校的一名学生 与他一同接受此次康复手术的学生还有22名 其中,人工耳窝植入手术11名 角膜移植手术2名 助听器艳配8名 特殊定制镜片眼镜艳配2名 他们都受益于浙江原疆的启明行动 今年9月初,对第一期筛查出来的23名患人 开展了手术和康复救助 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非常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视力听力残疾儿童 开展全覆盖的筛查排谋 让更多的残疾儿童能够得到结实的救助 2019年,纳扎开提悦尔开提 来到阿克苏地区的启明学校 刚入校时,纳扎开提并不太适应 性格内向的她,学习也并不积极 前段时间接受了植入人工耳窝手术 现在,纳扎开提不仅可以听到声音了 还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念出单词 纳扎开提同学呢,在做完人工耳窝手术之后 较之前的上课表现呢,会更好 学习呢,会更积极一些 愿意跟着老师去走 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兴趣呢 都较以前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觉得人工耳窝呢,对这些孩子来说 还是,对学习方面来说,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阿克苏地区启明学校成立于1987年 是一所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共有教职工72人 共有380名特殊儿童在这里读书学习 从校民来看,启明学校并不像是一所 传统的特殊教育学校 启明来命名为他创造一个美好明天的一个开始 让他能够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二呢,就是让这些孩子们就说 不要打上特殊孩子这样一个标签 让他们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同享一天两天 相比较普通教育来说 特殊教育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康复教育 一个简单的寄携带动作 特殊儿童需要每天不断反复地练习 所以对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要求也会更高 与普通学校老师相比,我觉得有几点不同 第一,具备学科知识的基础上 需要专业的康复知识 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觉得老师需要爱心 耐心,还有细心 为每一位特殊儿童插上隐形的翅膀 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一个动作,一句言语 不仅仅是对他们的尊重 更是一种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考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